高级灰调色简单 有很多小伙伴跟我说 简单哥高级灰调色好难啊 那么多参数根本记不住 那么我想说的是 我在做任何一期调色教学的时候 都会跟大家强调一句话 思路永远比参数更重要 那么大家观察一下 这张照片调整前和调整后 它的差别在哪里 那整体的画面呈现一种低饱和的状态 对吧 今天这期视频有可能会得罪很多的教学大佬 那么非常抱歉 我不希望把教学给它复杂化 首先我们直接打开教学素材 我们在小台级图标这边 给它添加一个色相饱和度 把它画面全图的整体饱和度 适当的给它降低 大概70%左右 那这时候整个的画面 全部都呈现出一种低饱和的状态 对吧 我们的主体就没有了 我们选择画笔工具 前景色选择黑色 在我们调整图层的蒙版上 画笔的不透明度是100% 流量控制的低一点 15%到20% 那这时候在人物的主体的这个位置 给它还原一点肤色 好 那这时候我们来对比一下 这是之前的 这是之后的 一张高级灰的调色 是不是就完成了 搞定了 你学会了吗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你 于是